這是台南新華一間木載航 今天早上四點外火燒 因為裡面欠這麼多高度的東西 會睡頭就睡著了 經燒大廚當中 有冠軍索山十七位的民眾 好知道是沒有人受傷 大火的環境 現在要再調查 不然要大火 睡覺的民眾都怕慘 台南新華區一間木載航 十多月早上是發生大火 因為放在裡面 是都台中盡量熱的東西 幫助火燒 加上建築物是替出的結構 火燒是燒真快 近小火爆了 趕快到現場來請求 相機是全地請求 但是因為沒在行是在民體旁邊 近小也趕快疏疏 附近住好十七人 衝電機我開了 我就說火燒起來 對啦 以前我們在睡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就這樣燒起來 我就跟我們派菜 就親走出來 這支火燒不清燥 南小的民族台有八十平方公車 林近三號的建武也受到火燒來撲擊 適合受到煙燻的影響 當時 夠多量的汽車和歐巴的最順 火燒在早上五點三十五分是趴火 幸好就是沒有人上網 在無順時 一起起火燃營 在調查當中 二大南市小王宮也停車 近來南無地区 焦火是很乾 十糟的火燒是平傳 鐵車的民眾就要稍微揮完 當時也建議民眾 巧克力就要安徵續經期 方便在火燒發生的時候 可以第一時間斬或騙人 以及通過疫苗的時期 這支火燒不得